10月20日歌手张静轩和王祖兰在湾仔出席广东广播电视台香港办事处成立仪式 开办娱乐公司的祖兰表示希望与该电视台合作 问的老婆李安南是否可以等着他养 我自己比较喜欢做小白脸 我希望吃软饭 我希望他养我 他现在赚钱也不多 他是我的摇钱鼠 最近祖兰和TVV合作的新剧《老表3》开拍了 问及进展情况如何 他表示 11月1号就马上就开拍了 所以现在最后每一天都在赶剧本 希望赶完剧本 同事们可以开工开心 听闻班底除了有源泳的郭锦安张继聪之外 他透露还有 这次有蔡少芬 有babyjohn 有心银 有心童 其他好多的也是第二期 第二季都有参与的艺人 张继轩在活动中谈起这家电视台 代表是很有感情 因为他就是从这里出道的 校园在这里留下了不少的脚印 他们台里的前辈领导都是看着我长大的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来这里去支持 还有最近宣仔也担任了该电视台歌唱节目 麦王争霸的明星导师 与这家电视台这么有渊源 所以宣仔说一定要来支持 因为本来今天要彩排的 但是因为这个活动我觉得实在是太高兴了 所以就明天才会去彩排 问到宣仔可会有兴趣参加蒙面歌王 他表示节目形式只是一种噱头 最重要的还是音乐本身 如果节目做得好 他也会考虑参加的 谢谢大家